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小安姐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 水果上面都会有这种水果网套 但是你知道吗 将水果网套放在厨房或者伪生间呢 还有大作用 下面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平时买回来的水果 剩下的水果网套 在生活中还有很多妙用 第一,防止香皂被泡变软 平时我们洗手用香皂呢 香皂盒都会湿漉漉的 导致香皂被泡变软造成浪费 其实我们只需要用水果网套放在肥皂盒上 有了泰后呢就不怕香皂被泡 就算淋到水也会从水果网套流下去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香皂被泡造成浪费了 第二,我们可以将网套套在水杯上 这样我们在倒热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防烫 如果不套网套的话 使用杯子的时候里面热水会很烫哦 现在我们在拿杯子的时候不仅隔热不烫手 而且还可以起到防滑 第三,防磕碰 平时遇到搬家或者收纳易碎品 就可以将玻璃制品或者桃笋制品上面套几个水果网套 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 就不怕一碎品容易碎掉哦 是不是很实用呢 第四,菜板防滑 平时我们在切菜的时候菜板很容易滑动 其实我们可以准备两个水果网套 将它放在菜板的两侧 水果网套可以增加摩擦力 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就不怕菜板再滑动了 第五,用水果网套洗碗 我们在碗里挤一点细结晶 然后直接用水果网套去清洗 这样可以更好地去除油污污垢 最后用水冲一冲 碗就立马干净了 家里没有洗碗布的话 就可以用它代替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没想到水果网套还有这么多妙用吧 如果想看更多使用有趣的生活妙招 也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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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